告信報誹謗,黃慧姬敗訴 形容自己自信但自卑的黃慧姬 說對裁決失望,會考慮上訴 勝訴的郵清員說沒話說 其實還有 28 天上訴期 在上訴期完結前,我們也不方便 法官在判詞說,雖然報導的標題 黃慧姬批無線膚淺,有誹謗含義 但法庭要處理的是報道內民 可否中和標題的誹謗含義 但憑標題則確定文章含義 在法律上是錯的 而看回整篇報道,讀者會發現 黃慧姬只是針對現有競爭者 未開發的市場發表意見 內容沒有對黃慧姬構成誹謗 又說這類文不對題的報道 只會令讀者對記者或編輯 留下不良的印象 案發於 2019 月,聲稱借著所有訪問的黃慧姬 認為信報信得過才接受訪問 誰知翌日看到報紙的標題就覺得很生氣 打去問記者 記者解釋是編輯為了賣紙才起這條題 早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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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安